然后呢我们接着往下讲 刚才我们讲了一方当事人的人数达到十人以上 那么这时候就成立了什么 达到两人以上就成立了共同诉讼 但是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两人以上 反而是人数特别的多 我们管这种案件叫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 那多少人可以叫众多呢 咱们立法给他拟定了一个标准叫十人以上 一方当事人人数达到十人以上就叫人数众多 那么有同学就问了 说老师那在现任生活当中什么情况 说一方当事人可以达到十人以上啊 这种情况非常的常见 我给大家举的第二个案例 12户业主这不就是达到了十人以上吗 是不是 我再给同学们举一个例子 原来我们国家有非常有名的三鹿奶粉事件 对不对 三鹿这个品牌生产的奶粉 由于三聚氢胺超标 那么它可能会损及人的肾脏 对婴幼儿也有不同程度的伤害 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侵权案件 可是同学们 我们有多少人受到了三鹿奶粉的侵害呢 这个人数是非常的庞大的 因为它的销量其实也是比较多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不止十个人喝过他的奶粉 是不是啊 有些人呢因此得了一些相关的疾病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受害人作为原告起诉的话 人数当然就会达到十人以上了 我们说了那一方当事人人数众多 会导致这个诉讼出现哪些特色呢 首先我们可想而知的 就是这个诉讼会变得非常的麻烦 首先你不说别的吧 咱就说通知他们开庭时间 我通知一个当事人和通知1400个当事人 哪个难度大 这不言而喻 再有一个就是庭审的组织会非常的艰难 你让大家说一下自己的身份信息 你听这1400人说一遍 马上就日落西上了 今天杀活也不用干了 就在那听他们报自己的身份信息吧 是不是 再有一个就是软硬件的相关的这个工作量 和这种兼容的难度都会增大 比如说咱们就说最现实的 上哪找一个地方去 可以兼容1040个人一起开庭 再有一个 我们在打判决书的时候 这些人的身份信息录入 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困难 是吧 因为不仅仅是这么一个案件 还有类似的很多案件 比如说因环境污染导致的 一个小区的居民都在索赔 再比如说我们的航班污点事件 导致一个飞机的乘客都在索赔 这里的人数呢 少则几十多则成千上百 这样的话都会增加诉讼的难度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个诉讼 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 而又不至于给法院增加这么大的麻烦呢 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从这些当事人当中选出代表人 让代表人代替这些当事人参加诉讼 这就使得这个诉讼变得简便易行了 这就是代表人诉讼设立的现实基础和法律原因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代表人诉讼 它主要是分成两类 大家看第38页 我们这两类呢 是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和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在讲它之前呢 我们要明确一个知识点 既然一方当事人达到十人以上 叫代表人诉讼 那么十人以上 当然是两人以上 这没问题吧 而两人以上就叫共同诉讼 十人以上当然也是共同诉讼 所以说代表人诉讼 就是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 而共同诉讼有两类 有普通的 有必要的 大家想一想 在必要共同诉讼当中 人数是能确定的 还是不能确定的 你稍微一琢磨 你就知道了 在必要共同诉讼当中 人数应该都是确定的 你比如说 我起诉了 一般保证人应当追加债务人 那也就是两个人吧 对不对 我都说那我保证人多 你有四个保证人 再加债务人 是不是一共也才五个人 你是几个保证人都不要紧 但是你有几个保证人 你肯定知道 所以说这人数 当然是确定的了 再比如说继承赛养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你知不知道 我们人世间 绝大多数家庭中的父亲 都会知道自己有几个孩子 当然不排除极个别的现象 有个别父亲 不知道自己的一生当中 有几个孩子 也不知道哪几个孩子 家里的哪几个孩子 是自己的 当然这种情况都非常的不常见 是吧 我们有一句法言 叫法部关注细微知识 在这个极特殊的家庭当中 出现了极特别的现象 我们就不用管他了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放开了二胎 那么放开了 将来可能会放开多胎 那这样的话 我们有几个孩子 家里都是清晰的 但继承赛养案件当中 应当有几个人参加诉讼 也都是明确的嘛 是不是 所以说必要共同诉讼 人数肯定是能确定的 而普通共同诉讼 有的人数是能确定的 有的人数是不能确定的 举例 12个业主起诉 共同公司 人数是确定的12人 而三鹿奶粉的 众多受害者起诉 加害的企业 人数往往就是不能确定的 因为现在不知道 究竟有多少人受到伤害 或者可能受到伤害 因此上 最后的结论是 如果是必要共同诉讼 人数一定是确定的 如果是普通共同诉讼 人数有确定的 也有不确定的 反过来 人数确定的里面 就既包括必要的 也包括普通的 而人数不确定的 就只能是普通共同诉讼 那么按照这两种诉讼形式 我们选定代表人 首先先看人数确定的 比如说就这12个人 咱们怎么办 咱们就大家先推选 说12位邻居 大家觉得谁的法律经验 比较充分 谁有这个热情 愿意担任这个代表人呢 咱们就让他来担任代表人 替大家进行诉讼 一般选出多少个代表啊 2到5个 最少两个 最多5个 那么从这些邻居当中 我们选出代表人 但是悲惨的是选不出来 谁也不逢谁 你觉得他不行 他觉得我不行 这样的话 最后选不出来代表人 怎么办 这是最悲惨的 当然一般来讲呢 可能不至于这么惨啊 咱们就讲最极端的情况 说一个代表人都没选出来 那怎么办 反正说那就算了 你就来来来 大家一起来 总的说你这不是有病吗 你看你讲这个玩意儿 12个人 你让他们选代表人 为了提高诉讼的效率 结果选了把钱没选出来 你又让他们一起来 你不是说人数众多 诉讼难以进行吗 那么这样的案件 怎么能一起来呢 所以说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时候 人数到底是确定的 还是不确定的 如果说 他的人数是确定的 那么有多少人要参加诉讼 我们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是不是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本次在诉讼当中 有多少工作量 或者说这个诉讼可持续多长时间 相对而言是可以评估的 因此上 如果让你选代表人能选出来 是最理想的 如果选不出来的话 那么法院也不会强迫你去选 而他们会分成两种形式 让你自己来参加诉讼 我们分别来讲 你听第一种形式 如果我们是必要互动诉讼的话 法官说 那大家一定要一起来哦 是不是 因为有人来 有人不来的话 这个案件就不好审了 最后我得做出一个判决 所以说就自己参诉 这十几个人 就一并倒庭就行了 普通人说 那十几个人 人数不也很多吗 但是你别忘了 这是必要公众诉讼 即便人数能达到十人以上 他也一定是有限的 不会多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普通人说 那怎么不会呢 有可能人数特别多呀 你想想 你有几个保证人 一个人有十个保证人 是不是在生活当中 已经不是太常见了 你在比如说继承善养案件 一个家庭里面有十个继承人 在现代社会当中 能不能实现 也有可能 因为继承人不一定都是子女 即便都是子女的话 一个家里面有十个子女 是不是也已经是非常人口重多了 对不对 他有十一个子女 十二个 这也都是顶天了 是吧 在中国家庭当中 有个二三十个子女的家庭 那是太罕见 太罕见了 是吧 所以说 他的人数可能达到十人上 但是不会太多 十二三个 十三四个 也就是顶天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法官说选不出来人的话 你们十二三人就来了 一起来 等于你参数完了 做不下几几 还暖和 那么这种情况下 没问题 但要是普通共同诉讼 我们选不出来代表人 这个时候就不能一起来了 因为有可能普通共同诉讼 虽然人数确定 但人数依然中多 比如说飞机索赔这种案件 一个飞机上坐了三百四十个人 人数确不确定 确定 但是你能让这三百四十个人 一起来查查诉讼吗 不可以 因为这个时候 软件的压力又太大了 那怎么办 法官只能把这一个诉讼 硬生生拆成三百四十个诉讼 让你们三百四十人 一次一次的分别起诉 也就是说把这个案件就拆开了 我合不了 那我就拆了吧 拆成三百四十个案件 就这么审呗 我能说那这么审好不好 这当然不好了 这浪费时间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宣布出来代表人 那就只能这样去做了 另行起诉就行了 还有最后一种叫人数不确定的 像我们刚才讲的三路奶粉事件 就是标准的人数不确定的 人数不确定的诉讼 就必须得有代表人 得打出一个模范诉讼的结论 然后其他套用这个模范诉讼的公式 这样的话 这个案件才能一劳永逸 总的说你在这说啥呢 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有一个人吃了毒奶粉 然后他身体受到了影响 那么其他人的情况和他类似 但是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他们在住院的时候 住院的天数可能也有所不同 那么现在这个损害 有多少人受到了直接 或者间接的损害呢 我们还不能够确定 那么法院总不能说 在你们选择公司出来代表人的时候 我就一个一个的审这个案件 结果审了半年 审了好几千个 全是这类的案件吧 这样的话我们反复做重复工作 就会大量的浪费司法资源 法官说了再也不能这样过 再也不能这样活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怎么办呢 说你们现在哈 你看有六百多个人来起诉了 将来还会第二波第三波 因为人数不能确定 但是我希望你们当中能够选出代表人 当事人推卷了半年 推卷不出来 法院第二部要介入和当事人协赏 不会放任自留了 因为他必须得有代表人 协商不成的话 反正说软的不行 咱们就来硬的 我就指定张三李四 王五赵六 四个人作为代表人 我必须得有代表人 为什么 你接着往下听 必须得有代表人 结果呢 有几个当事人说了 凭什么让他们代表我 我不服 法国说你不服 是吧 好 你去令诉 你有权力令诉 你不让他代表你 为什么能令诉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一个的独立侵权 普通共同诉讼 对不对 那他就去令诉 反过说你们去令诉 没关系 我现在就是要这个代表人诉讼的裁判 最后得到的结论是 如果说因为这个事情 肾病住院 那么住院费 每天按多少钱寄 是吧 住院费 营养费 务工费 护理费 救餐费 等等等等 商餐补助金 精神付费金等等 相关的一些补偿费用 一天我就给你计算 这么这么多钱 最后这个判决 认定这个奶粉当中 某某有害物质超标 因此导致的什么什么什么损害 这种诊断当中的损害 那么按照什么标准补偿 这个判决做出来之后 就是一个代表人诉讼的判决 它就是个模范诉讼的公式性判决 后面你有多少个人令诉 都没关系 直接适用这个判决 我在说老师呢 怎么适用这个判决呢 意思是你吃的是什么奶粉 你看也是三绿奶粉 那你得的是什么病 你看也是圣洁石 住院了多少天 那么就按照这里面的公式 一天补偿你多少钱来计算就行了 当然我是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 时间当中呢 可能会更加的复杂 这样的话 不管你将来是有两万十万人来起诉 都没关系 只要你同一个案件 也不用审了 咱们直接就适用这个判决 按照这个判决中的事实来认定 按照这个判决中的计算方法来确定 赔偿金额 这就是个一劳永逸的方法了 所以令人起诉的人再起诉 要直接适用代表人诉讼得到的判决 这个判决对其他人都具有约束力 好了 说到这里 第四代表人的地位和权限 因为代表人是从当事人当中选出来的 所以这个代表人呢 也属于本案的当事人 那么他就有代表当事人 为诉讼行为的权利 但是我们也要提防代表人滥用职权 而侵害到被代表的当事人的利益 所以以下的两件事 直接会涉及到当事的权力变动 就是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 承认指的是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 就是投降了 然后呢 放弃变更了我们的诉讼请求 还有一个呢 就是和对方和解 一旦和解就得做让步啊 你不让步的话 怎么能达成和解协议呢 所以要做承和这两件事 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和和解 必须征得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被代表的当事人不同意 你就没有资格和对方承认 放弃变更诉讼请求 以及和解 除了这两件事之外 其他做的事情 代表人的行为 对剩余的当事人 都是有约束力的 好 这个呢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模拟训练 说A厂生产的一批酱油 由于香金投放过多 对人体造成损害 报纸上披露此信息后 购买钢酱油的消费者 纷纷起诉一场 要求赔偿损失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信息就告诉了我们什么 这是一个人数众多的 人数又不能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有多少人被酱油侵害了 不知道 但是人数肯定很多 至少是10人以上吧 不可能这批酱油就卖给了10个人 是不是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 市场是很大的 一个产品 很快就会流通性非常强 那么贾和乙被推选为 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 那么下列哪个选项是正确的 这里的代表人是贾和乙二人 A 若贾乙因果不能参加诉讼 我反而可以指定另一名当事人 作为代表人 代表当事人进行诉讼 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依据的 如果是因故不能参加诉讼的话 咱们就会延期审理 等他俩能来的时候再说 而不是说他俩不行了 就马上换人 没有这样的规则 我没讲的就是没有 一般来讲在真题当中 往往会出现出题老师 杜撰一些选项来迷惑你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规则 那么怎么样判断这些选项呢 就是扎实掌握我讲课的内容 如果我没讲过的 90%都是错的 现在10%是什么呢 是我讲过的 但是出题老师进行变形了 是这种情况 你稍微灵活的运用一下就能做对 第一 如果假因病不能参加诉讼 可以委托一到二两人 作为诉讼代理人 但无需征得被代表的当事人的同意 这个应该是正确的吧 我们只有什么样的行为 需要征得被代表的当事人的同意 就是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 还有和对方和解 这种委托代理人 是不需要征得他的同意的 C加以可以自行决定变更诉讼请求 但事后应当告知其他当事人 这是不可以的 你要变更诉讼请求 必须事先征得被代表的当事人的同意 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 D加以超过半数当事人同意 可以和一场签订和解协议 不可以 我没有讲超半数是五分之三 还有二分之一 从来没讲过 我要讲的是要征得被代表的人同意 这就意味着要征得被代表的当事人中的 所有人同意 然后咱们才能够对方和解 或者放弃变更诉讼请求 我们民宿法当中几乎没有什么 二分之一五分之三 这样的概念 我们是必须是所有人都同意 这样才可以 好了就讲到这里